参考消息网7月28日报道 据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园报网站7月27日报道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夫根尼 普利哥任27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罗斯非洲峰会上 会见了中非共和国代表 还同非洲传媒电视台负责人进行了会面 据报道 电报社交平台上的瓦格纳乐团瓦格纳频道称 据说中非共和国代表团中半数成员已到达 将与彼得堡代表讨论合作条款 报道称 普利哥任早前在接受非洲媒体采访时 否认了瓦格纳集团将离开非洲 特别是中非共和国的传言 他强调 瓦格纳集团将充分履行 先前向部分国家政府和人民承诺的义务 继续保护他们的国家 据路透社7月19日报道 普利哥任在一段视频中 对瓦格纳集团士兵前往白俄罗斯表示欢迎 报道称 普利哥任要求这些瓦格纳集团士兵对当地人友善 命令他们训练白俄罗斯军队 并为去非洲的新旅程积蓄力量 一家与瓦格纳集团有关联的俄罗斯公司 此前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称 数百名有经验的瓦格纳集团战士 已经到达中非共和国 为该国7月30日举行的公投提供安保服 普利哥任此次公开在俄罗斯露面 所释放出的信号很不简单 普京还需要瓦格纳做事 普利哥任能够大大方方的同非洲官员见面 说明普京还需要瓦格纳继续为俄罗斯做事 瓦格纳在非洲一直经营的不错 帮了俄罗斯不少忙 很多俄方在名列上没法做的事情 都需要瓦格纳去干 那么再看现在的局面 就能看出普京的不简单 本来是叛军禁军莫斯科 现在瓦格纳的隐患已经解决了 主力都被安排到了俄罗斯以外的地方 但仍然为俄罗斯卖命 叛乱发生的时候 普京面临很多危机 内战 前线崩溃 甚至是总统之位不保 而就是这一手烂牌 硬是被普京打出花了 这就体现了普京的高明 如果只是为了解决瓦格纳问题 普京有很多手段 甚至杀掉普利哥人 也不会有什么难度 但是普京没有按套路出牌 而是把叛乱当成一个机会 化腐朽为神旗 在解决伟大不掉的隐患时 还能让瓦格纳继续为己所用 被部署在对抗北约的最前线 缓解了俄罗斯保护白俄罗斯的压力 同时还能继续帮俄罗斯在海外干活 可谓一举多的 感谢观看